有人说多多买的PS5封条不对劲 有人说多多买的PS5slim玩游戏会削叫 那么问题来了 PS5游戏机某冬自营3600 多多摆一补贴只要3000 能不能买 从某冬自营买的PS5 是不是百分之百没有这两个问题 多多可以买大件吗 会不会翻车 有网友说 你竟然敢在PDD上买大件 简直就是在刀口上填写 还有人说 PDD保真不保新 真的是这样吗 我这两年从PDD上买过几个大件 现在具体使用怎么样呢 下面和各位分享一下 有真有假有退有患 供各位参考 第一个 2022年12月 我买了一个iPhone14国行的256G 花了5800补贴带发票 比当时某冬自营便宜1000块钱 收到后开箱机和序列号验证都没问题 但是用了一个月双卡双贷有问题 我用的是北京联通的SIM卡 经常不能上网 不能走流量 需要重启 但是单卡使用是没问题的 后来我上网搜了一下 原来这是iPhone的通病 和哪里买的没关系 第二个品 2021年11月 我买了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 M1芯片的MacBook Air 8加256G 6249 也是百亿补贴有发票 比当时某冬自营便宜1000块钱 收到后开箱激活验证序列号都没问题 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发现 这个8G内存真不够用 憋气用了半年 后来转头PC了 第三个品 2022年8月 我买了两根海盗船的内存 但是这个不是百亿补贴了 花了560 用了半年发现不稳定 经海盗船官方认定 序列号是真的 或是假的 店铺跑路了 最后平台给我退了全款 最后一个例子是2023年8月 我买了一对香蕉猴的红音箱 花了2100多 这也不是百亿补贴 上面说的内存和音箱 是我想买的 但是没有百亿补贴 这个音箱比其他渠道便宜小1000 说到后开箱序列号验证都没问题 但是第二天右侧的这支音箱有杂音 经过和店铺协商 换了一个全新的 但是没多久又出现了这种杂音 后来找到杂音的源头了 是因为音箱和路由器距离太近了 路由器的WiFi信号干扰导致的音箱产品 没问题 我们从多多买东西 无非就是想贪点便宜 但是又不想承担风险 所以才纠结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便宜和风险是一个整体 我们不能把糖衣吃了 把炮弹给人扔回去 这不合理 如果你想少点风险可以买带百亿补贴这个标签的商品 记得要开发票 另外我从某宝的百亿补贴也买过一个小米14 也有发票 也很便宜 现在用着也不错 还有一点尽量买差价比较大的商品 如果你买的那个商品百亿补贴比某东自营便宜不到10% 就没有必要冒这个险了 另外如果你想买的这个商品没有百亿补贴标签 那么要这样说服自己 就当它是假货还买不买 另外我感觉多多不带百亿补贴的商品 多少比咸鱼要强点 至少说人家多多平台客服能联系得上 人家也挺负责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给各位参考